台灣發生疫子刺母倫常慘案 27歲的理性男人 7月9日突然發狂 用鋒利的剪刀 向55歲的母親後腦連刺了五下 事源是母親當日下午叫兒子吃飯 而因為聲音較大 兒子不滿母親的語氣差 竟然當場情緒失控 拿起客廳桌上的剪刀 向他的後腦狂刺了五下 母親頭部有撕裂傷口 雖送軟治理 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警方依傷害直系 去親尊親屬未水罪 將男人移送到新北地檢查偵辦